馬上坐真的鄉親愛吃這個雞腸 愛生日做雞腸的時候 出來的做雞腸 這個泡這個煮米的雞腸 雞腸水可能造成上海 因為就有一個五歲 十五年去喝就五CC而已 這個雞腸喝五CC 當中就吐火 經常到便宜之後 醫生發言說 他的食道有中心 年末祖節都暖去 經過一年這個十五年到現在 要你學見 也不會好完全 有這個品種的跌出來 自己報雞腸 其中用來泡滋味的雞腸水 有存在少少流汗的危機 這位五歲的女兒 在那年的時候 沒有設置去喝到五CC的雞腸水 當中吐火 經濟送便宜 食道對消化道的腐蝕作用 是非常的強烈 那如果一旦勿食減充水 大概30CC以上的話 那有可能這個小朋友 診斷的食道 幾乎暫時都無法使用 那有可能在半年之內 必須用鼻尾管 插著鼻尾管 禁食 為什麼會去喝到筋脹水呢 原來當時這個女兒 他在使用治療 讓他吸毒感染的藥物 阿嬤打個冰箱 拿油要尺寸了 所以沒有四次去拿到筋脹水 才會作成比喬 意思說 只要慢慢保險 這時候最好 只能回到 我們本來七十九八十九零 不可以吃燒丁的食物 危險的是每天到五十個正後 那時候看得到極精神 出現到三驚到五驚的案例 其實提醒 如果沒有洗錢 喝到肌脹水 千萬不要 要把它嗚嗚吐 以免作聲 離開太多 也不可以大量喝水 如果小孩子最要吐 這肌脹水接受其他的液體 可能會造成高溫 會再傷害到消化毒